《无我的智慧》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如果有了《无我的智慧》 那么就要开始学会用这个《无我的智慧》来断翻了 那怎么断呢? 我们一般呢刚开始就断这个嗔恨性 就是断别人伤害我们这个无蕴的时候 我们就想没有我 没有伤害到 这个无蕴不是我 也没有伤害我的人 那我们这个好像是用过 但是呢我们还要更深地去观修贪欲 当我们这个贪爱生气的时候我们也要想 我们为什么要随顺自己的贪爱呢? 就是它是因为有我 我贪爱 是吧 你那个贪欲生起来的时候 有一个我在那里 认为是我在生起的贪欲 那你为了满足自我呀 那你就会去追求啊 那想办法呀 然后生起这种妄念 那如果你打破这个我界的时候呢 你就想这个贪爱还是有了 但是没有我的话 我们就可以不随顺它 就是因为有我 你才会随身 这个是我的 我想贪爱它 那你就会满足自我 如果你没有我的话 你就可以不随身这种贪心所 贪心所来了 你就想就不是我的 这只是一种也 就像对待别人的贪欲 你好像没什么兴趣满足它 对自己的贪欲 你就非常想满足它 打破这个我的以后 你就知道没有我了 那你还去满足那个贪心所 你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了 它不是我的贪爱呀 也没有一个我的贪爱呀 它只是一个贪心所在起作用 把这个我去掉以后 贪心所显现的时候 你就可以关照它 因为它没有我了 没有主人了 它只是一个心所 只是一个贪念而已 你就可以像法官一样的 很客观的来处理它 如果法官是你自己贪爱的人 那你肯定像着它 判案的时候 如果这个事情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肯定像着自己 你自己来判案 那没有你不像着自己的 但是突然一下子都没有我了 没有我的时候 那你还会像这个贪心 你就不像着它 客观的来 就像对待其他的众生贪欲 一样的对待这个贪心 不偏心的 就能够想办法来对治它 这个贪心所 这个时候就不是你的朋友了 是你的敌人 你把这个贪心所 就像对待敌人一样的 对待它 对待别人的贪心所一样 对待它 对它不客气 没有这个情质在里面 没有我之 我们对自己都是有很深的情质 每个人都是深深的自恋和自爱 如果这个我之破了以后 这个自恋自爱去掉以后 你对这个贪心所就不会那么重容它 我们之所以重容这个贪心所 是因为我们有自恋和自爱 我们好像是要满足它 事实上你满足的不是自我 你满足的就是这个贪心所而已 是吧 这只是一个贪的念头 也许在那起作用 没有我的 我们现在要用无我的智慧来断这个贪心所 当这个贪心所后面没有我的知识的时候 它就没有依靠了 它没有靠上了 我们就可以很客观的 像阎王爷一样的这样 毫不留情地处理它 阎王爷成了毫不留情 最甜面无私的就是阎王爷 我们要像阎王爷一样处理我们的贪欲 观想自己就是阎王爷 贪心所来的就是 毫不留情 然后你观想 如果这个满足它的话 就把它打下地狱 你不听话你要下地狱 你就这样告诉他 阎王爷就是这样的 你不听话你下地狱 你听话就把它灭了 这个时候呢就不一样 没有我呢就没有私情 没有自爱自恋 这样的处理自己的贪欲呢就会 很无情 就是要无情 你有情的话你就会纵容它的 自己的贪欲来的 你很想满足它 我想吃冰棍我就吃冰棍 我想吃大餐我就吃大餐 肉那么好吃 我为什么不吃呢 还是有我 人家都那么开心玩 我为什么不玩 人家都结婚 我为什么不结婚 就想人家有车我也要有车 人家有房我也得有房 这就是我 其实这里面的这个主要的原因 还是这个对自我的 这种眷恋的自恋自爱 这个我爱和自恋 这种让我们去满足这些欲望 其实我们都是因为自作有我 如果破到这个我间 那么再有贪欲的时候 你就想这只是一个新手而已 可以想办法对治它 对它不客气 所以说这个无我很重要 为了无我的这个政见 对自贪欲就会有力量的多 无情的多 情指一断的话就好破 我们对自己的情是最深的 比对任何人的情都深 千百节来 我们就是自恋 情深异常 对自己 真正的情深异常 就是对自我 我们看着乞丐 或者唱一个什么歌 感动了流眼泪了 其实我们都是哭自己 根本就不是哭别人 好像是被他感动了 事实上我们流眼泪的时候 在哭自己 因为你可能过去是有同样的遭遇 所以叫同情 同样的感情 你可能上辈子也受过这样的苦 然后他的那种情感 调动了你过去的那种苦难 然后你就开始哭自己了 自我同情 自恋其实就是一种自恋 我们不要以为他哭了 其实都是哭自己的 有几个不是哭自己的 就是哭自己的 每个那都是自恋狂 都哭自己的 我们都哭自己的 是哭自己的 我们的感情 我们都哭自己的 我们都哭自己的 你不想到 我们都哭自己的